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尖端的技术 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中国的航天的开端 是1970年发射了东方红一号 好的 这是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场 现在调装的是即将发射的实验通信卫星 第一科那个人在卫星 叫东方红一号 这个当时方案设计其实是在科学院做的 而且就是你们所 对就是那个空间科学中心 他后来是因为这个要大量的人力去转入这个工程阶段 所以当时是新成立了一个叫第五研究院 专门复着这个航天部五研究院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那么他们那个东方红厂现在还在我们单位边 他们对各种仪器设备 再一次进行了认真严格的检查 现在他们应该是502研究所还在 还有东方红厂 这个厂就是生产卫星的了 对 现在不一样条件好了 都搬到唐家岭航天城了 那条件好多了 三小时准备 年轻人也可以坐在那边上 那时候还都是手搬按钮 这个看起来很有蒸汽朋克的感觉 对 那时候的推荐剂它就是传闻的 但是我觉得不是有毒的 那时候推荐用的就是什么 消酸 国防部长张爱平在北京通过电信设备 发射时间这个越来越近 这个我们目标的发射时间八戒四处 如果发射成功 我们要抽奖呢 多抽几个 如果发射成功 旁闻杯子也抽奖 是 两小时准备 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国家那个传统 那个就是第一代的那个火箭 是个好主义 就是前学生时代 一回那个前学生应该也会在里面出现 就是他们来主持研究的 那么前学生的话 他当时是在美国留学 在那个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 他不只是留学 他那已经做到郑教授了 对 他美国的名望已经非常高了 是这样的 他导师是那个 是 他们那时候 当时的前学生 就是在那个晚间 这次实验 冲信卫星的发射 前学生质问嘛 认为我国发展地球 同步回到 其实现在我们国家 也现在这个时代 中美竞争的 为实现我国 冲进广播的现代化 开皮广播的前景 他是发出那 前学生质问 他就是对比了一下 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 这个创新精神 加州理工学院 他们当时是那个 语言 应该是那个 上面是那个 前言达表物理的 那拿着一个 落贝奖来做个报告 就提出那海报去了 那个 提出海报去了以后 前学生他们就想办了 他们没有抱怨 要跟他们竞争 跟他老师 跟他们 他们赶快去贴一个海报 就是关于航天的 应用数学的海报 要跟他们抢那个听众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场面 OK 我们今天是在被央视抢的观众 我们要和央视来抢观众 所以我们 也要学习他们那种 创新精神的挑战的精神 是 钱文森他们在加州理工 创建的那个实验室 叫做JPL 喷气推进实验室 对 这个是最牛的 应该是全世界 至少是美国的火箭业的老祖宗 对 所以钱文森他当时 在加州理工的时候 他们首先成立了 叫五轮小组 叫五轮自杀小组 在那个学校里面做实验 做那个小火箭的实验 就经常爆炸 所以他们都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自杀小组 后来就是这个JPL的前世 后来就让JPL搬到山沟里去了 好的 谢谢 飞行正常 然后钱文森在国外也是非常有名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 就是太空漫游2000 他后面有个太空漫游2010 2010就是说中国人的火箭也到了木星 然后那个就叫做钱文森浩 哦 是吧 我没看见 他是世界航空界的一个非常资深的元老 大家全都知道他 那么这个运载火箭 它从当时的那个长城一号发展到后面 因为我们国家主要是通过了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改进和升级 我是把他同学成为叫做 我们是通过这个纵向加急 横向捆绑 来形成一系列的运载火箭 OK 首先是长城二号 是一个两级的火箭 那么后面到长城三号就是三级的火箭 就是说长城一号还是只有一级的 是吧 长城一号不是一级 它是三级 第一个就只有 其实还有一个上面级 对因为是四级 但是它那时候发动机推力太小了 OK 没办法 OK 上面一级还是那个固体的 所以它推力小 没办法 就直接用急速来凑 后面一般因为急速多了 也太复杂了 所以成功率就会低 所以一般现在大型的液体火箭 都是两级的 哦 但是两级的火箭 当时主要是发这种侦查卫星 当时其实也是美术争霸事件 上去也没什么用 那时候没有电视直播 但是我们的东欧宏一号是个通信卫星 是吧 而且它唯一可干的事 就是放东欧宏那种歌曲 对 到了长城二号以后 它主要是发那种返回式的侦查卫星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情况 也可以看到苏联的情况 当时还是胶片式的 要返回来 那要把那胶片怎么返回来了 对 要返回来 怎么去拿那胶片 是啊 那到后来 为了发通信卫星 就要纵向加级 就是出现长城三号 就要加一级 其实也是兵舰 第三级是兵的 叶青叶雅 那个时代就发生起来的 那长城三号是什么时候开发出来的 长城三号是90年代 那时候我们就掌握叶青叶雅发动机 其实钱时生一回国的时候 他当时就做了两个判断 应该说是 那时候他就参加我们国家五年规划 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 参加规划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航空航天技术 就是航空还是航天 重点 这两个之间都要对比一下 其实最主要当时解决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 其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原子弹怎么运到美国或者说苏联 核威慑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是飞机还是导弹 前生就说我们飞机技术也落后 它这么远 我们英国人回不来了 它一定是一个无能的驾驶器 这个无能驾驶 而且走这么远 我又不用回来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导弹 非常合理 后面民用的时候就叫火箭了 所以是这么规划出来的 而且最重要的 前生当时判断就是说 我们国家对工业基础薄弱 火箭技术相对说更简单 火箭发动机很简单 火箭是简单的 火箭发动机比航空发动机简单 航空发动机要开发一个 就是动作五百亿一千亿 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挺有道理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火箭发动机 在世界上现在还算是比较先进的 虽然不是最先进的 还能排在比较前面 而航空发动机的位置 就要往后排很多了 应该说也还好 当然因为全世界能造好 放弃国家也没几个 但是新能指标 比美国的和俄罗斯还差不少的 对 我们讲到这个火箭 讲中国的火箭 就不能忘记一个人 真的是 那就是前学生 前学生他当时回来以后 就是选择了 就是咱们国家的主要的 应该说叫战略技术 技术的发展方向 就是发展导弹原子弹 保证国家安全 所以当时他回国以后 就做了几件事 可以说要我们学校 可以吧 没有 当然是我们学校 前学生 就是他的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对 科大的金山力学系 前学生他回来 第一个当然是支持国家 要做原子弹和导弹 一个是炸药 一个是运输工具 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储备技术 当时就成立了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我读博士就在那读的 他自己是第一任所长是吧 对 他自己是第一任所长 副所长是郭永淮 郭永淮就是我们系 化学物理系的第一任系 是吧 我还忘了 我还得了一个郭永淮奖金 所以我就保送去了 那个力学研究所 读研究生 就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跟他们还是 把他们一波 不知道接过来没有 还没接到 要等着登月光 就再接到 不忘了这个先辈的一致 对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当时他们那时候 你看 他们研制条件 非常的恶劣 当时储备技术 那个液氢液氧发动机 就在 我刚才想的 老子想的 我还在北京 就在现在的淮楼 中国科学院大学 那个校址 就是最先我们国家 预先研究 那个液氢液氧技术 但到后来成立了国防第五研究院以后 你说这是啥时候 那个预先研究 那就是 对 他五六年回国 应该是58年成立 那个中国科大 然后58年是成立这个581组 我们研究所的那个前身 就叫581组 也是国防部五院的前身 其实581组是设在科学院力学所 所以当时是一个是研制这个东方红一号 又是研制这个储备这个液氢液氧的技术 国防工业部门就是主要研制那个导弹 这两条是分开的 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工业发展的需要 国防工业发展需要就把这个研究所都并到那个大量人员都并到那个第五研究院了 然后这火箭后来再后来就是后来又这个火箭 因为这个火箭的需求很大了 就单独又成立 分开来就是第一分院 就是这个运车火箭研究院 第二分院就是现在的那个就是科工集团的二院 第二院是这个科工集团了 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做那种小型的这种各种反导武器啊 导弹 那时候就开始研究反导了 对 我们自己导弹水高好就开始研究反导了 那些其实这些导弹的研究是先于我们刚才谈的这些运载火箭 那是那是 因为先要解决安全问题 那是那是 后面才来发展 这进入太空首先保证安全 然后才能探索太空 所以讲到这个话 那个我们国家的火箭这个技术还有很多带发展 讲到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情况 美国他们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比如就是现在的这个正在有带发射的这个韦伯望远镜 比如说探索宇宙嘛 上去的不光是这个火箭啊 请问这个韦伯是谁啊 詹姆斯韦伯是应该是他们第二任航天局局长 就是纳特的局长 对 他当时应该是参加的这个土星武汉 这个探约火箭的研究 他年轻的时候啊 后来就当了这个局长 他就是冯波罗恩的领导是吧 对 冯波罗恩就是那个 这个本来他本来是纳粹的 他本来是纳粹的那个V2火箭专家 是这样 然后被美国一抓过去了 然后他就帮美国服务 对对 当时那个钱希山是那个 就是美国航天社员也是鼻祖 他就跟着他的老师 冯卡门 对 就一起去那个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德国那个失败 就去 应该说是抢 那个运载火箭技术 那么德国为什么他会想到那个发展运载火箭技术呢 其实他也是被逼的 据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失败以后啊 就是当时签订的条约 除了这个 隔地赔款啊 在这个军事技术上有限制 就是德国人是不能发展这个先进的这个作战飞机 所以他们说那他们就做那个没有翅膀 那就是火箭 所以他们的火箭技术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他们最先进是纳粹的 那么美国人当时就先到那个他们的火箭基地了 所以是前学生他们就去审问这个红粹布劳恩 还有前学生的祖师爷 他老师老师 就是普朗特 普朗特 普朗特也是那个流体力学大师 是我们这个专业的那个祖师爷 他是发展那个边界城里面 其实就是一种叫模型简化 他能够 他抽象 对 他有很好的物理图像 就是把这个飞机为什么能上天那个摩擦力啊 其实那个是有摩擦的 所以他是美国这个航天界的也是鼻祖 所以真是不一般的人物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那就轻轻熟络了 这些火箭技术到底怎么弄 原来刚才说我们央视多了十万是因为看错了 多了一个零而已 比刚才看的这个还要多一个零 所以我们偶尔也会看错这种人 这是人生难免 对 都不犯错 不管怎么说 这个大家的热情还是支持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支持到最后抽大奖 是 是 那么讲到这个钱先生他是所以后来当然他是回国了嘛 回国了以后呢 就讲一下那个美国人那个火箭技术他们那个我觉得他们的火箭这个技术发展了我觉得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四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就叫做不计成本的这个载人登月时代 阿波罗时代 那时候不计成本的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说阿波罗说你缺一个什么东西 他们各个部门的人各个分系统的人研究人员他会说不要钱 我给你做 而且是排在优先排在第一位 他所有人他其实阿波罗登月是他们真正体现当时美国的是举国体制 整个国家投入来做那个事情 他是为了跟那个美苏争霸 美国其实用的最好 对美国是用的这个举国体制 那个苏联反而不行 虽然他是社会主管好像是集权 其实他几个那个火箭设计局之间互相争 是是他当时那个 我说他们互相争排 对呀他们登月火箭当时苏联登月火箭有两套方案 你反正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他们怎么争的 有两个方案 只有两个方案都失败了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时代 就是不计成本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时代就是那个应该说主要特征就是大的头颅就是航天飞机时代 当然最后那个飞慢调查结果 是认为他们是设计开始就错了 是说他错了是错在哪几个方面的证据 第一个就是成本 就是这个重复使用 刚开始说服国会作证的时候是说 我们可以重复使用 那我重复使用十次 我成本不就降成十分之一了吗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对吧 小时候看了多少片里面 那个全都是航天飞机 但是火箭已经过时了 当然应该用航天飞机 小时候觉得这是完全符合知据的 然后后来发现航天飞机才是贵的 对 所以后来我们国家后来想863计划 所谓863计划其实是指高科技跟踪计划 所以跟踪计划很重要一方面 也是航天方面 当时我们国家就说要发展载量航天 也就面临这个技术途径 选择什么的 一个是选择航天飞机 还有一个是选择宇宙飞船 当时也是争执不下 听说好几个方案都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师弟 有个科大师弟石豪 他写篇文章回顾这个历史 说当时有五个方案 这其中四个都是航天飞机 四个都是带翅膀 都是航天飞机 只有一个是火箭 然后但是最后再报上去的时候 钱维森写上 本来大家都说只报航天飞机就行了 把火箭也报上去 给中央一块看 最后就跟大家讨论 最后还是选择了火箭的方案 可能接下来我们中国还再要做的话 可能就会做航天飞机了 对吧 因为航天飞船 宇宙飞船已经做好了 但后面的发展趋势还是可以做的 从不使用 但是当时确实没到那个时候 第一个就是从经济上 他确实是 应该说也是风险不确定 他也没想到 最后不经济 因为他那个黄热瓦 好像有上万片的黄热瓦 要去修 说是维持内阁的研究队伍就有两千人 然后那个瓦后来 哥伦比号就因为瓦的事 他是被一个泡沫砸了一下起飞的时候 格勒泡沫 他也是兵舰 清养 所以有个格勒泡沫 那个大储向上 那泡沫起飞的时候 因为加速比较大 又有震动 他就那个连接的地方 那包的一块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 他有个就像正常航天飞机 他就这个连接的地方 这个连接的地方就有一个很粗的杆 就是这上面是泡沫 清养嘛 它有些清 所以这起飞的时候 加速的时候 这块泡沫就掉下来 就砸到这个好像飞机翅膀上 就把一块那个 那个砸坏了 对 把那个杰热瓦给砸 哎呦 这火箭他们还要抽 我得放回去 现在这个就最近几年 那个中国那个经济水平确实上来了 社会资本也很多 所以就是那个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几十个明火箭公司了 比如那个蓝箭公司 01公司 还有这个星际农药 最近好像成功的是第一个成功的入轨的明火箭公司 是这个星际农药公司 他把什么东西送入轨了 对 他是把几个小卫星送入轨了 他是用一个应该是三级固体加上面一级小的液体火箭 哦 这么一个是居然还用四级火箭 对 没办法 因为物体那个他的那个推力比较小 嗯嗯 你用急速多的时候 他运载人力就能够提升 嗯嗯 但是这个可靠性会下降是吧 对 可靠性会下降 所以刚开始有有两个公司 他就那个路轨就失败了 但是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发展航天这个能力啊 资本起来了 财力也起来了 嗯 爱好者也特别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刚才说那个远望号那位置是什么 其实我刚才都不知道的 是那个爱好者网那个李小益 他们他们就是很专业的收集了各种数据啊 非常的关心啊 他们那个网上非常多人就把各种反正只要有公开报道 他们都收集了啊 也要感谢他们提供帮助 嗯 所以现在有这个气氛 嗯 我们也才能在这啊来见证这个 是是 胖吾这个归来啊 有很多人也可能在在前面也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分享 是是 所以 杨老师 我们正好要打断一下 因为不仅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慕号谷 也就是我们前方的马前卒工作室的一个朋友 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发的一段VCR 嗯 也有阿璇阿帅发来贺电 对对对 他们发来贺电 他们在那个外面吃饭的情况下 逼迫 嗯 对方那个老板 嗯 在投影上播放了我们的直播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哎呀 这太好了太好了 老师阿帅和沐浩谷的发过来的小视频好吗 来 啊 是沐浩谷的 感谢沐浩谷 感谢沐浩谷 对 这两边都是沐浩谷拍的吗 嗯 刚才 刚才聊了那个美国的火箭航天飞机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那个苏联 嗯 停苏联投入也是 对 继续看啊 不知道这个沐浩谷拍了多少时间 他在后面内树这个清 哦天啊 哪个是沐浩谷啊 不是 这是 这是 这是阿璇 这是阿璇 阿璇 你好 吃饭的 时间看着同学 啊 这节目大的 对 才是才成功的 发展成功的 让一位看吧 我们抓到这位同学 请请介绍一下自己 哦 那个 我是柯拉的高速研究员 啊 那个 我本科其实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 哇 所以说 科班生 哈哈哈 也不算科班生 虽然不是搞航空航天专业 但是毕竟有什么的航空背景 所以这个 首先这个 长城五号这个发射成功发射成功 也是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对我们国家 国家这个力量 一个增监一个自豪 另外的话 我觉得 也是借从我们现在这个专业来讲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 把握空间安全的 呃 可以说 呃 这个中国搭建空间站 这个这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对于国防安全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 呃 这个国家的科技的一些 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共识 一个基础 那么长城五号实际上就是搭建空间站的一个基础 就是 以前说要学好数理化 准备天下都不怕对吧 理科转工科好转 像我们的长城五号就相当于这个整个航天事业 这么一个基础 打基础的理化 打基础的理化 所以说这个长城五号发射成功也是意义非常重大 啊 那也是祝我们公家的航天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祝你们吃的开心 我们看到全国各地都在直播我们的节目 嗯 嗯 然后我们这个直播的人数终于超过了央视的十分之一 是吧 那已经很好了 第一次 第一次就成功了 我们进去谈苏联的这个火箭 对 苏联那个火箭 他们当时其实你看从那个发射次数看出来 嗯 他们我们现在全人类 嗯 加起来是发射次数是那个五千多次 他们就发射了三千多次 嗯 所以他们投入是最大的 嗯 然后 但是呢 嗯 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的那个运载火箭技术应该说 这 我总结是应该叫每况愈下 嗯 他们经济实在是不行了 他们经济能力跟我们广东省差不多 那是怎么弄嘛 对吧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有这个探月计划 嗯 我们要建自己的空间站 嗯 我们要探小行星采样 嗯 对了 我们还要去那个一颗那个小月亮上 嗯 就是他也是围着地球转的 一颗月亮 但那月亮太小了 嗯 我们看不到它 因为望远近看 您是说一个围绕地球的卫星吗 对对对 卫星 啊 月亮 就是他他他他比比这个月亮小 他就是直径大概是100米左右 嗯 几十米到100多米 这个还不确定 嗯 还要等更好的望远见去看它 或者是在镜头看它才知道 嗯 现在大概是直径100米 好像叫2016 HO3 它是2016年发现的 对 2016年发现的 哇 2016年我们发现地球有多了颗卫星 它很小 对 就是我们地球还有一颗小月亮 嗯 我们从这个月球上 对 采样了以后 以后还有可能啊 有可能 这以后也有可能会变化 嗯 到那再去采样 嗯 俄罗斯的话就很难推出这种计划 嗯 然后我们这个长五成功了以后 嗯 月球采样成功了以后 就会发射这个火星探测器 嗯 就到这个火星上 所以从运载能力上讲 就是2020年 我们去打算发这个 萤火二号的火星探测器是吧 明年是吧 嗯 对 对对对 如果按按就进展顺利 可能明年这三个都要发 灭球采样 火星探测 空间站 都要上 嗯 那俄罗斯的话 它很多这种大型的空间计划 基本上停止了 嗯 所以他们很多那个专家 嗯 现在都 你是欢迎过来 跟我们合作 对 嗯 那个 他们工资非常少的 嗯 所以一个月是 嗯 好像说是3000人民币 啊 他们那个航天赚钱 嗯 非常 所以他们的这个时代 真的是过去了 嗯 而且他们很唏嘘 年轻人也很少 嗯 你刚才可能看到那中央电视台了 嗯 我们在一线那些都是年轻人 嗯 都比我年轻 嗯 我是老子 就是所以 从整体上 我们国家这个航天实力 这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航天实力 现在应该说是 在快速的追赶美国 嗯 我觉得其他的力量 像欧洲 日本 还是俄罗斯 嗯 特别俄罗斯 嗯 应该说我们逐渐在甩开俄罗斯 拉出跟俄罗斯的差距 嗯 我们是应该领先俄罗斯了 开始啊 嗯 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了 这个趋势很明显 对 就只要经济一直是按这个趋势进行的话 嗯 这个其实从我们现场的观众 还有这个现在 我是喜欢用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用那个研究生的数量 嗯 就我们现在每年的研究生数量是那个 啊 毕业考考生的毕业是80万 嗯 这个美国大概是40万 就是 哦 这是不一样的 对 你看那个华为的那个搞研发的研究生 他们好像是他们的研究人员 他们的研究生总共是大概有10万人 嗯 其实你研究生一出来以后 我我我前几天就就看了 包括我的研究生 嗯 就很多研究生他们毕业了 现在最优先去工作 很多就是去那个做大飞机 哦 做火箭 上飞是吧 对 前几天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力学系的 他们就组织那个 他们实习 嗯 我就看到了 听到那个同学介绍 我感觉他们就在上战场 真的 嗯 研究生是这个高科技的战场 是主力 就是研究生 嗯 我们都现在只能动动嘴皮子 哈哈 就做那个调程序啊 写文章啊 都是靠那研究生 现在研究生都很厉害 嗯 特别是这些 长江后浪推前浪 对应该的 是的 像我们 像华为是这样 华为到我们这个年龄是必须退休 是 不行了 是 只能是动动嘴皮子 吹吹牛了 嗯 那我们今天就是做了这个动嘴皮子吹牛的工作 这些带也都很开放 对 希望调动更多的年轻人 去顶起这个 推动这个航天技术往前发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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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